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总统尹熙月12月中旬同荷兰首相马克、宇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借为半导体同盟,并设立经济、安全、产业领域的双边协商机制。 此前,就有不少韩媒高度关注与其同行的众多韩晶片企业高管会与荷兰半导体行业达成怎样的合作。 有韩媒分析称,韩国是半导体制造强国,荷兰则是半导体设备强国,两国同盟或将使韩企优先获得半导体设备的购买权。 但这一联盟也被专家视作韩国出于地缘考量向西方国家靠拢的举动,未来的产业前景仍不可避免地看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脸色。 尽管对产业未来有美好的愿景,但韩国晶片产业仍被美国的政策捆住了手脚。 法西社认为,当前美国主导的对中国晶片出口限制已成为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韩国晶片企业面临的一大问题。 与多数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一样,这两家公司很大一部分产能在中国。 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称,韩国晶片公司需要找到方法,减轻美国对向中国运送先进晶片生产设备的单方面限制政策带来的影响,这种限制可能会阻止企业升级晶片生产设备。 为此,韩国的晶片制造商正在赤巨资在韩国建设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集群。 但即使这些公司加大了国内投资,专家警告称,可能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有意义地将晶片制造从中国转移出去。 报道还称,首尔是华盛顿的重要地区盟友。 12月早些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敦促美国盟友阻止中国获得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和尖端技术。 报道员引尹熙悦的话称,随着半导体在工业、技术和安全方面成为战略资产,围绕全球供应链的地缘风险正在扩大。 有中国半导体业内人士认为,韩国与荷兰寻求在半导体上的合作,可能是出于韩国在政治上的诉求。 尹熙悦上台之后,采取倾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寻求在半导体产业上达成合作,尤其是在三星和SK海力士经营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也是其巩固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 根据韩国东亚日报13日的报道,一位韩国半导体企业高层,最近对恶劣的经营环境做出如下解释,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管制越来越强。 其后果之一就是给韩国半导体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企业投下震撼弹。 韩国贸易协会近日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至10月,韩国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额为7亿美元左右,比去年同期减少38.9%,而去年中国市场占韩国半导体装备出口的比例高达56%。 市场研究机构Sino Research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设备厂商市场规模Top10营收合计超250亿美元,环比增长3%,ASML营收约71亿美元,排名第一。 日本经济新闻网近日称,中国对非尖端半导体的积极投资支撑的需求。 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对中国的营收比例已超过四成。 然而,受一些国家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影响,中国正加强在这一领域的产能。 在此背景之下,韩国总统12月中旬,尹熙悦访问了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SML总部,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SK集团会长崔泰元一同参观了相关设施。 ASML和三星将投资一兆韩元,在韩成立半导体研发中心。 韩国每日经济的报道称,由于ASML独占生产半导体所必须的EUV级紫外线吐光机供应, 因此也被称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超级一方供货商。 这也是ASML首次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 韩国和荷兰还打算从2024年至2028年的五年间共同培养大量半导体人才, 这将有效缓解韩国半导体业界的人荒问题。 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根据规划,到2031年,韩国的半导体人力规模应该超过30万人, 但截至2021年,仅为不到18万人。 韩和结成的半导体同盟将聚焦尖端晶片制造技术, 而在这一领域,韩国企业的最大对手被普遍认为是台积电。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近日在法人说明会上表示, 台积电有望在2025年量产2奈米晶片, 这无疑给三星带来了压力。 韩国东亚日报的报道称, 未来代表下一代半导体水准的2奈米晶片市场规模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 而ASML的最新一代半导体生产设备正是生产这些高阶晶片不可或缺的。 三星电子和台积电,谁能够确保获得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谁就将在这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明年人工智慧对半导体需求将爆发, 韩国半导体企业或出现反弹。 韩国中央日报12月中旬的报道称, 三星电子SK海力士今年将拿到一份15年来最差的经营成绩单, 而明年将发生明显变化的乐观展望正在抬头。 有分析认为, 随着人工智慧伺服器市场的正式打开, 预计对高阶记忆体晶片的需求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 三星去年开始量产3奈米晶片, 美国高通将在高级智慧型手机处理器上使用三星高级晶片。 专家指出, 目前三星率先推出3奈米晶片, 但其良率仅为60%, 远低于客户期待值。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虽然台积电在2奈米半导体方面占据领先地位, 但三星电子仍然有机会缩小差距。 理论上, 三星、SK海力士与作为上游半导体设备企业的ASML达成合作, 会提升两家晶片制造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增强与台积电相抗衡的筹码。 据此前知情人士透露, 台积电已向苹果和辉达等大客户展示N2节点原型的制程, 及2奈米工艺测试结果。 这一消息已经引发了业界的关注, 因为三星也在推动2奈米制程工艺, 并计划推出相应的晶片。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三星推出的2奈米制程工艺可能会对台积电造成一定的影响。 尽管台积电在制程工艺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但三星的这一举措可能会让客户对其产生信心和信任。 未来, 随着晶片生产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实力, 台积电和三星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目前, 台积电在制程工艺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此次展示2奈米原型的制程工艺测试结果, 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地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这一原型是台积电为推动2奈米制程工艺技术而进行的内部研发项目的一部分。 目前, 台积电正在与客户合作, 已将这一新技术应用于实际产品中。 此外, 市场调研公司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三星晶片制造行业在世界上的份额在今年第三季度达到了15.5%, 排在了世界第二位。 虽然比台积电差了不少, 但也排在了前五位, 相当于联电公司、 格罗方德公司和中芯国际的总和。 总体来看, 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无论是在技术研发还是市场份额方面, 三星虽然一直在不断努力着, 但面对此前4奈米与3奈米失利, 台积电显然没有任何停息, 推出3奈米后又迅速迈向2奈米。 对于消费者而言, 在未来选择手机等电子产品时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